我预约成功了 我马上要登车了 恭喜你 大姐 你可是首位预约成功 登上这个无人驾驶巴士的市民 是 特别开心 好 我要上车了 很新奇 我就专门来 昨天晚上我就让我妈 说妈 你快点预约一个嘛 明天就去 要知道这次郑州的无人驾驶巴士批量上线 在开放道路运行 在我国那可是第一次呀 前后都一样 没有驾驶位置 就坐在座椅上面 然后手扶在这上面 一点都不遮挡 现在开始行驶了 真棒 真好 祝福地坐着 而且还能很好地赏车外的景色 特别好 特别棒 同她的外形一样 她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小雨 别看她没有方向盘和驾驶员 可是市民们觉得 乘托体验一点不逊色于普通公交车 我很安全 所以我都是大胆地来坐 经过我乘坐以后 我发现她真的是那种很智能的 遇到红绿灯她自己就会停 遇到行人她也会有避让 运营的话就是客户自己选点 然后这个车自己到哪里 这是出发了 嗯 看着 没有司机安全性如何保障 这你就不懂了吧 智能技术让车辆拥有感知能力 甚至拥有了像人类一样的大脑和小脑 能对指令进行接收和执行 现在这个车速大概是在50码左右 我们看到 就是在我前面的这个老师 虽然坐在这个驾驶员的位置上 可是她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 她其实不用进行任何的操作 那您也相当于一个乘客了呀 前面是红灯 而且前方有车辆 看她会自动的保持一定的车距 然后慢慢的停下来 刹车的时候还是整体很稳当 哇 简直了 我觉得这档车在行驶过程当中 完全就像是一个老司机在开呀 让我坐在后座呢 也是非常的安心 舒服 后续呢 我们100台自动驾驶微公交 和100台自动驾驶乘用车 项目落地之后呢 会在郑州东区实现自动驾驶全覆盖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在东区1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为市民以网约模式提供 高效 便捷 舒适的主动出行服务 正式上路首日就有147位市民预约体验 无人巴士小雨 想必大家也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想要试诚一下了吧 关注与通客车微信公众号 发送小雨预约 输入预约信息就可以完成预约了 为了保证更好的体验效果呢 请大家按照短信通知的时间和递减 进行预约体验 都市记者张金曼报道